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受得了吗 我相信第一共和银行在本周被接收倒闭 当然他受不了了 所以今天要谈谈整个第一共和银行之后的蝴蝶效应 这个效应像蝴蝶拍翅膀一样 慢慢会经由空气 经由我们周遭的人事物 将负面的影响一一地传出去 所以我们要看看美国第四家银行 第一共和银行被接收倒闭之后 后续的发展 我们来看看第一张图 这四大款四个大人物 在美国财经界 政界非常有影响的人物 陆续在过去一个月都讲同样一件事 那就是银行倒闭 还没结束 It's not over yet 那四位呢 当然 Warren Buffett 在日本接收CNBC的访问 如此之说 第二个就是接收第一共和银行的CEO 老牌的龙头银行界老大 Demon 也是这么讲 Jimmy Demon 影响力很大 他也是说 Not over yet 前财政部长 Larry Summers 也是一样 Not over yet 当然我们的总统 拜登总统 特别提醒全美国的人民 It's not over yet 可以看得到 这一波的银行倒闭 不是止于第一共和银行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请看这一张史案 这是过去美国一百年来强力升息所有各个阶段的比较 这一次涨十次二十码 陡峭的程度 是比较1994 95年来 比较甚至常常有人讲的80到83年 Walker 那个升息的陡度都还要更陡 所以这种情形 暴力升息的陡度如此之陡峭 当然继续放倒第四家银行 第一共和银行 所以非常非常的明显 可以看得到是第四家银行被放倒了 暴力升息 所以最新的消息 5月2号 5月2号 本周二 可以看得到我们很有名民主党的非常左派的Senator Elizabeth Warren 他特别联名十几个参议员 向我们美国联储局鲍威尔抗议 他讲到银行倒闭危机发生之后 应该要停止升息 为什么他会这么讲呢 可见得他后续的所有蝴蝶效应会一一的发生 所以我们Warren参议员特别特别的警告 升息应该做个了结 你在持续暴力升息的话 事实上后续的影响非常的大 礼拜三 我们JPOWER掌一马 里面的新闻记者招待会当中 讲了三件事情 第一个 通胀还没到两个percent 虽然有一点暗示暂停 但是没有说保证不再升息 第二个 可以明显地看得到 他也说他没有降息的计划 第三个 他拍拍胸脯 美国的银行系统非常稳定健全 所以这所有的认知跟市场的认知不太一样 因为礼拜三股票重跌近400点 所以怪不得Senator Warren说 应该要停止暴力升息了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请看俄后蝴蝶效应的第一个效应 第一共和银行倒闭之后 常常问的一个问题 还会有多少家银行会倒 这是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之后的 将近十年的银行倒闭潮的银行的计算 你可以看得到 当2008金融海啸当年发生的时候 只倒25家 但是这个蝴蝶效应不是止于2008 请看俄后的八年 特别在两年后到高潮 2010年倒了157家 持续的一直到2014年 倒了507家 而且持续陆陆续续 小银行还持续的挺不住 还持续倒到2017年 Donald Trump总统上任为总统 所以你可以看到2008到2017 10年 这个蝴蝶效应是10年 所以可以明显的历史维建 我们这波会倒多少家呢 当然没有人知道 从这个scale来讲 2008年大概是60兆 整个的影响全球 我们这一次不到一兆 所以大概是五十分之一 如果八年倒507家 那有可能起码十家起跳 这一次我们的后续的蝴蝶效应 你必须谨慎而小心 所以第二个蝴蝶效应是什么呢 裁员潮会不停的 这是到4月27号的 所有有记录的裁员 你可以看得到第一季到高潮 然后第二季还持续的在layout 照CNBC讲 第二季我们高科技业 相关的行业应该在裁十万人 所以你必须有准备 裁员潮 蝴蝶效应不会停的 第三个蝴蝶效应 经济可以预期的蝴蝶效应 会更加衰退 这是刚刚公告第一季的GDP 只有1.1% 如果第一季是1.1的话 有可能今年要有1%的GDP 都很难维持 所以你必须小心谨慎 经济的复苏的脚步 会放得非常非常的慢 而且可能在第三季 第四季 美国政府会公告进入硬衰退 也不要讲只有美国 欧洲也好 GDP一般来讲 是0.5到0 那你日本也是一样 持续的量化宽松 经济 今年的蝴蝶效应会更衰退 我们来看看第四个蝴蝶效应 通胀当然会慢慢的放缓 因为暴力升息 它的负面影响持续扩大 5%GDP往2%跑 当然会持续的在通胀会放缓 这一点我们都可以预期 但是你感冒 暴力升息吃感冒药 现在都放倒了很多银行 也放倒了我们的经济通胀 当然要慢慢的下滑 放缓 理所当然 第五个蝴蝶效应 那就是商品价格会下滑 你可以看到到2000年到2002年 你可以看到我所有都是物价飞草 蛋 大米 农产品 甚至晶片 都是如此 Cargo ship 也是三万块钱起跳 但是今年全部180度 另外一个相反方向 Cargo1000块钱一个单位 除了金以外 其他的农产品 矿产 大米 小麦 甚至Lumber 建材的木材 木料 去年是1600块钱一口 现在只有400块钱一口 所以样样都是急剧下滑 因为过去两年是supply不够 今年开始是demand 大量的下滑 你既然没有消费的购买的欲望跟能力 当然commodity就会下滑 而且非常非常的明显 我们举个例子 油 油一桶去年120 现在70块钱 腰载 非常的明显 而且油 如果欧乌战争 有任何和谈的迹象 油会更加下滑 今年不好过 commodity的价钱 也是一样 180度的下滑 你必须放在你的radar screen里面 第六个蝴蝶效应 那就是commercial building 会更加的空荡 1929年 不是二战以来 是1929年的大萧条以来 commercial building从来在美国 没有这么空荡的 平均照CNBC 4月1号的统计 可以看得到 我们美国的commercial building 写字楼 到了空屋近13个percent 全国 全国12.8 San Francisco 我们那个city 美丽的城市 San Francisco 将近25.1 可以明显的看到 三番市四栋 commercial building一栋 是空的 这种情形 因着地方性的中小银行 倒闭会更加的空荡 实话整讲 因为commercial building的所有大部分的loan的来源 不是大银行 是地区性的小银行或工商银行 所以如果FIRST REPUBLIC BANK 第一共和银行倒了 当然对三番市 写字楼 影响非常巨大 这只是第一个压力 第二个压力 暴力升息到5个percent commercial building的获利能力 更加下滑 双重打击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 全美国甚至弯曲的写字楼 会更加空荡 特别现在是远距上班 所有上班 实体上班比疫情前还要更低 所以这种恶劣的趋势 会持续地往下更空荡 你必须注意这个蝴蝶效应 最后一张slide 提醒你 这是从去年开始 我规划今年的 所有的股票运动 跟你自己投资的布局 必须看得到股市要打横 经济坏消息全部出楼 但是股市跑在经济前面两季 所以股市已经开始打横 但是经济坏消息持续放出来 不要怕 我讲过了 先市场后经济 市场已经打横 你看这两张图 一个是NASDAQ图 一个是S&P 500 都打横四季了 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股票运动图非常有智慧 可以看到非常resilient 开始打横 所有的股票 一定要先蹲下来 才能够跳高 所以可以看得到 已经都打横 一年四季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所以记得到这个口诀 先市场后经济 今年市场会打横 下半年会慢慢的往上 但是经济都放出很快的消息 但是不要怕 第七个蝴蝶效应 会持续的市场会打横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所以我分享到现在上半场 第一共和银行 倒闭之后的七个蝴蝶效应 愿意每一个蝴蝶效应 你都应该放在 你今年下半年的投资买卖当中 愿意上帝赐福你 我们上半场就讲到现在 我们休息一下 我是Howard Chen 陈少豪 豪老师 欢迎回来 我上半场讲到 第一共和银行倒闭之后的 七个蝴蝶效应 七个蝴蝶效应 样样会在而后的几季 持续发酵 如从蝴蝶拍翅膀一样 你空气当中弥漫着 所有的空气的余波跟震荡 必须小心谨慎的布局 有危机也有转机 所以先市场后经济 你必须持续看到 市场打横会往上 所以愿意上帝赐福给你 我尝试回答你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美联储这次利息政策 对市场有什么影响 美联储里面的内容 有三个 跟市场的认知 几乎完全相反 第一个 到底会不会停止升息 可能 但不一定 第二个 下半年 如果经济进入硬着路 你降不降息 不降息 不降息 第三个 整个美国的银行系统 是不是有问题 已经倒了四家 会不会再倒很多家 鲍威尔说 我们美国的银行系统 没有问题 没有关系 所以这个认知 完全跟市场不同 所以市场要怎么办 必须自求多福 可以看得到市场 虽然盯住利息 但是更重要是盯住盈余 所以第一个 什么影响呢 市场会开始 有一些心理准备 什么准备呢 就是经济 必须盯住 各行各业的 每一家公司的盈余 对不对 外在的因素 美联储跟市场 完全不太一样的认知 所以都是一样 必须盯住监牙股 它的盈余 银行股的盈余 还有工业股的盈余 所以盈余为第一优先 这一点 你必须放在 你在挑选股票当中 必须挑选好的股票 选股不选市 市头会打横 但是有的股票不错 你必须看每一支股票的盈余 仔细严格来挑选 这一点非常重要 第二个观察 既然联储局说 我没有降息的打算 那你跟我 必须心里有准备 什么准备呢 如果美国经济 下半年越来越不好 请听清楚 经济越来越不好 这是一个牛市的信号 因为经济越来越不好 股市打横就有可能往上 因为这不在联储局的 radar screen里面 有一点反讽 所以希望你听得清楚 因为联储局没降息的打算 所以选个市场都chip in了 没有降息打横 但是它如果降息的话 股票就会往上 所以你自己要有心理准备 第三个观察 那些政策如果摇摆不定 当然会focus在很productivity 提高的各行各业上 当然第三波整个的工业革命当中 或者说你第五波AI 5G是重点 任何提高productivity的 跟高科技有关的 因为可以抗通胀的股票 都是重点 所以你必须看到 所有AI 5G的train 无论跟AI 5G有能够赚到银鱼的 都是放在radar screen里面 所以overall来讲 overall来讲看银鱼 第一点 第二 如果有可能经济不好 市场持续会往上 下半年可能会比上半年好 第三个应该买AI 5G相关提高productivity的股票 希望第一题就是一个大的bonus 对你有帮助 第二题 银行危机是不是可以有可能加剧通胀 这一点刚好相反 这是一刀两刃 一刀两刃 我们先看看负面的影响 银行危机会造成心理上面的负面的影响 所以consumer confidence会持续下滑 这是第一个 心理的影响会跌倒 会绊倒 所以第二个 你就不会花钱了 对吗 你就是把钱留起来 你不愿意花钱 所以retailer不好 各行各业花钱就不好 对吗 所以花钱底面下滑的时候 通胀就会慢慢降温 我讲过了 今年是demand不够的问题 所以当银行系统或银行各个公司第五家第六家都有问题 放倒更多的银行 你跟我就会不太消费 那既然不太消费的话 通胀就刚好相反的会降温 所以这个题目呢 刚好logic不太一样 那如果降温的时候 到了两个percent 当然就达到联储局它的目标 而且进入硬着陆 那个时候就有可能 因为你跟我的demand不够 美国联储局在下半年 因为经济如果进入硬着陆的话 它会降息 降息的时候 当时的通胀才会可能从两个percent再上来 所以这个logic呢 是刚好跟这个题目相反 应该是说 如果银行持续危机 持续发酵 蝴蝶效应的话 通胀会慢慢下滑 好不好 第三个问题 美债即将触顶 会带来哪些隐患 美债应该在六月一号 债务上限31.4兆 可能再加一兆 或1.5兆 这是我们拜登政府行政单位 他们想要看到的 如果这种情形 六月一号没有达成两党的共识通过的话 当然就不能够发行新的债券 就不能发行新的债券 六月一号 就会持续的市场就会波动 波动的非常厉害 所以这题有什么隐患呢 第一个隐患 市场波动 从2011年的经验 八月份开始波动 大跌 曾经将近20个percent 所以有可能市场会波动 波动下滑 这是第一个隐患 第二个隐患 从2011年的经验 美国国债被当贵 没有人信任 没有人信任我们美国债券 当时美国债券是全世界最好的 结果当贵一级 今年也有可能 两党吵架 六月一号 七月一号 八月一号 就开始波动 股票大跌 第二种可能性就美债 被当贵 如果被当贵 更不要说我们要发行新债券 卖给中国 卖给日本 你都被当贵了 第三个隐患 你跟我更不花钱 对吗 因为连美国政府都没钱 现金都没钱了 美国政府没钱 军队花不出军饷 对不对 我们公园有可能关门 对吗 政府官员可能暂时都发不出薪水 这都不是好的现象 你跟我要为这个国家祷告 所以国家也有可能受到影响 所以欧望欧来讲 市场波动 对吗 美国国债被当贵 我们美国的行政部门会受影响 你跟我就更不愿意花钱 所以经济就更加下滑 所以美债必须解决 无论是叶伦主席 财长或者前财长的 Larry Summer 都讲到如果美债上限 没解决 美国经济会有大的麻烦了 最后 虽然我讲到这里 你也可能心中不太平安 有关于第一共和银行 第四家银行倒了 但是我们有上帝的平安 上帝的爱子耶稣基督 为你跟我受死在十字架 三天复活 靠着主耶稣基督 借着保罗加拉太书六章九节 我们行善不可上智 若不会兴 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我常讲 你投资要放长远中长期 第二要布局分散风险 第三 今年应该慢慢布局 要慢慢布局 因为股票已经打横了 布局买各行各业的龙头老大 一定要有好的earning跟股息 帮助你做投资 做买卖 记得耶稣基督的平安与你同在 努力行善 往前走 长远的投资会有回报的 再次的谢谢你 支持点赞 还有分享我们财经趋势 愿今天第一共和银行倒闭之后的 蝴蝶效应 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哈尔县程少豪 郝老师 财经趋势 我们下次见 关注财经趋势 请按下下面订阅按钮 你如果要看更多的财经节目 请点击旁边的节目 赞助我们公益的优势电台 请上 uchannel tv.us 请不吝点赞助我们的帮助